我們剛剛有用雲端硬碟裡面不是有一個上傳嗎 對不對 你從這邊傳上去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更方便一點的話 其實我倒蠻建議可以試看看這個雲端同步的 為什麼 因為呢 你難免有時候會忘記 比如說我剛改好了 然後忘記把它放到上面來 結果你上面檔案是不是就是不同版本 我們電腦裡面其實是常常會什麼 重複很多相同的檔案 應該沒錯吧 對不對 我可能同樣的檔案我再摳一個 然後再改一個名字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同步的程式 那同步程式在哪裡 你可以在這邊有一個從這裡去下載 好 去下載 那這裡呢 我先把它下載一下給各位看 把它下載 好 這裡有手機的版本 也有什麼PC的版本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的智慧型手機上用這個 它就會同步到你的智慧型手機 當然如果你不要也沒關係 反正就上網看嘛 好 你可以把它下載一下 好 接受必安裝 OK 好 至少它會問我要放哪裡 還記得我們剛剛這個嗎 有沒有 我就可以很快找到我要的啊 好 就放這裡好了 點過去 好 下載完了 我們同步一下 執行 好 那執行的時候呢 利用它在執行的時候 我順便講一下左手邊這裡 反正這個還要跑 反正這個還要跑 那待會你就會看到這些畫面 好 看到這些畫面 首先 你可以選擇制定什麼 同步資料夾的位置 因為預設它一定是放在我的文件夾 可是很抱歉 那就不是你的文件夾 就是制定一下同步的資料夾的位置 第二個 可不會指局部 同步局部的檔案 假設你現在用的是15G的空間 對不對 要不要15G都用 不見得啊 你可能工作的只有某一個資料夾 你了解我意思嗎 你全部都同步是一種方法 但是全部都同步一定速度比較慢嘛 所以你可以選擇局部的檔案 可以選的局部檔案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個打勾 有看到嗎 你就在制定的時候把它勾起來 你就可以自己挑 自己挑的時候 我哪一個 我需要用這樣子 它就會只跟這台電腦同步那個資料夾 同步那個資料夾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喔 剛剛講的這些安裝注意事項 都要在安裝的時候就設定 如果你已經裝完了 那就完了 完了 完了指的意思就是這個程式你要移除掉之後 再重新安裝一次 它才有那個選項跑出來 你看我就開始使用喔 有沒有要登錄你的這個 然後後面就是這邊的畫面了啦 這樣了解嗎 你登錄過之後就開始 但是記得一定要先來這邊進階設定 如果你只會 YES Y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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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它就不會把你問太多 都會放在預設的位置 這樣知道了齁 這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有做這個同步呢 它的好處就是 以後我的檔案 假設我是放在這個位置 你只要放在這裡 它發現檔案有改變 會自動幫你做同步 你雲端一蠟 這樣就是新的版本 這樣OK 所以蠻建議各位 如果說你比較常用的話 可以把我們這個程式把它安裝起來 這樣你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有時候會不會忘記 把新的版本放上去這樣子 OK 來 這個參考看看齁 你在這邊就不用做同步啦 你覺得有需要的 你回去再試一下就好